昨天剛好有個舞蹈團到我們大谷來表演 然後因為陸陸續續就很多種一些其他的聲音 都會拉到我們這邊的一個訴求 然後那邊我也觀察到有些我們也相信對於說張藥局 張太太他家的被拆毀 他們其實對他先生過世 有些人也是心中談的一些不仁 所以我想說希望說因為既然這個法已經是違法了 法院已經判違法了 然後有一些沒有他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然後既然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希望是說內政部就是放棄上訴 然後讓張太太有一個好的農曆年可以過 那今天彭大姐有帶來他們今天他們以前藥局的模型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現在我要請那個內政部長 李部長幫幫我的忙 所以把我的家原地重建 把我的家蓋回來 然後叫李部長幫我的忙不要再上訴我們 謝謝大副師傅 大副師傅手無存在 政府用他的 用國家的機器 長大的資源 來對付我們 我們感到非常的非常的痛苦 痛苦無奈 馬總統說公平正義 我請問一下 政府的公平正義是站在 財黨的那一邊還是站在聯名的這一邊 我心中真的很希望說內政部 他能夠跟劉正宏 他能夠真的 就是說 我希望他能夠聽聽百姓的心聲 然後 政府是為了百姓 而不是 是保護百姓 而不是要來欺壓百姓的 我希望 我們今天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房舍 能夠把我們重建回來 還有我爸的稻田 希望他能夠 把我們都弄好了 讓我們可以再耕種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他不要再上訴了 因為他都違法 能夠 能夠就是說 把這個事情好好的解決 做個圓滿 不要再上訴了 真的上訴再浪費太多太多的 不必要的 那個國家的一些費用這樣子 今天 再度陪著大補師傅 還有很多自救會的朋友 站在內政部的大門口 其實內心 是有無限的一個感慨 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來過好多好多遍 我們也 在凱達個人大道前面 也去了很多遍 我們在行政院前面 也不知道待了幾個晚上 我實在是非常的一個感慨 那之前我們再三的一個訴求 陳情 拜託 我們的祝福一直都自知不理 今天 我們終於讓台灣社會知道 大埔這似乎 還有很多自救會 其實他們是站在對的這一邊 他們沒有犯罪 是這個政府犯罪 這個判決 很清楚的讓我們知道 是這個政府錯了 是這個政府犯罪了 不是鄭大哥犯罪了 不是豬阿嬤犯罪了 我要跟內中部講 我一定要跟內中部講 我一定要跟內中部講 一個錯誤的政策 不會因為你的上述 就變成正確 一個錯誤的政策 絕對不會因為你的上述 就變成正確 今天彭大姐她今天手上帶來的模型 是其他熱心的聲援民眾 來幫他們做的 那我們看到 在土地徵收制度 一個不當的區段徵收底下 全台灣還有非常非常多自救會 正在抗爭 從北到南 就是還有非常非常多居民 在因為這個惡法所苦 那我們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聲援的學生跟團體 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今天我們就是希望 內政部可以放棄 我們可以直接解決這個正義 然後原地重建 我們要要求 我們要呼籲 我們的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部長李鴻元先生 基於自己的職權 基於自己的責任 站出來大聲 而且用力的喊兵 讓這個多年來的極體霸凌 不只到此為止 而且讓這些人 可以拿回自己的土地 回頭 回到自己的安生綠命的生活裡面 我們請翁主密來接收我們那個 彭大姐的江堂 關心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都可以吃到彭大姐的江堂 感受一下彭大姐她的愛心跟溫暖 我們希望翁主密可以把我們江堂 給我們李部長 讓他知道我們的心聲跟訴求 請問翁主密 我們大埔事務現在面臨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勝訴了 那請問內政部還有打算要繼續上訴嗎 各位鄉親辛苦了 其實內政部我想一定會傾聽社會的一個意見 不會有預設立場 但是在這邊就是說 一定要盡速來處理這個案 這個是一定的 那對於剛才 有拿到書面的一些陳情意見 那當然對陳情意見裡面 我們會議尊重 那在開會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這一個部分 如果說專家選舉要開會也好 任何跟大埔案件要開會也好 不要把它拿到裡面去 那請議會的人也要去重視這樣的意見 也謝謝各位辛苦了 我們想要先請問 就是整個大埔徵收事件的時候 我們的協議架構有做好嗎 那 對 有嗎 這一個是 我看裡面的判決 我是不會去表示意見 我們會尊重 至於整個行政程序 我們會來檢討 這個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整個行政程序 我們有沒有做到協議架構 沒有 那我們有沒有好好的召開說明會公平會 沒有 那整個程序流程有沒有符合公平正義 沒有 希望 可以聽到我們的心聲 那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具體承諾說 什麼時候會可以把我們的結果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事務 以及我們到底有沒有具體的 還地於我們 還有重建家園的事情 我剛才就說明過 對這個大普的實踐 內政部一定會非常的重視 那你要告訴我說哪一個時間 很抱歉 現在積極在研究 剛才你的意見 已經送過來了 我們會尊重 我們會請聽各位的意見 同時 對社會上的一些意見 我們都會納入 尤其專家寫者 老師的意見 我們都會納入 那至於整個檢討我們也會做 這個一定會的好不好 謝謝 大普的案子 這麼多條的人命 都已經這樣子了 你今天還沒有辦法承諾 還要回去說言全 宣傳承諾 放棄上訴 宣傳承諾 放棄上訴 宣傳承諾 宣傳承諾 放棄上訴 宣傳承諾 不得你覺得有的上訴 宣傳承諾 大普失誤 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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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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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也要重新提出 我們對於土地徵收條例的 這個修法的版本 我們希望 接下來 我們除了繼續協助大普之外 大普留給我們最大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修改這個土地徵收條例 讓大普的事情不要在全台灣 其他地方繼續發生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內政部放棄上訴 放棄上訴 立即修法 立即修法 放棄上訴 立即修法 立即修法 history 非常專門 沒有